支持謝國良不同意大年 反對惡霸 鼓勵金融市民踴躍站出來投票 力挺市長謝國良 桃園縣六位國民黨立委挺身來到基隆 替謝國良加油打氣 今天桃園全壘打 來到基隆幫國良加油打氣 讓國良非常的感謝而且振奮 他都知道桃園全壘打 是我們在今年初國會能夠得到多數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之一 今天之所以我們能夠取得國會最大黨以及多數 我想我們在桃園六席全部拿下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所以今天我們這六席委員 在議會開議的前夕 特別來到基隆幫國良加油打氣 我們真的非常的感謝 國民黨桃園立委呂玉玲 萬美玲 魯明澤 邱若驊 牛溪亭 圖全集 19號來到基隆 在仁二路循環站 借用廟口 陪同市長謝國良掃接敗票 罷良團體他聲稱說東岸商場產權的爭議 才要來罷免謝國良 但是我們看到連續的法律的勝訴就表示著 基隆市政府他是戶產 是依法有據保護了基隆市的財產 所以在這邊 玉玲要帶著我們六席的立委 一起來恳求所有基隆的鄉親 10月13號請大家投出不同意票 這一場罷免毫無正當性 不但毫無正當性 而且充滿了惡意跟抹黑 那麼我們也知道 謝國良市長不但是小愛爸爸 他對於我們基隆市更是有許多的大愛在 在這麼樣的一個困境裡面 他不但能夠像他剛才所說的 把我們的財政狀況處理得非常的好 也把我們的市政 每一個地方都照顧得非常好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受到民進黨這樣的一個攻擊 他心裡有很多的掙扎 有很多的煎熬 但他依然把市政顧得這麼好 我想這樣的一個市長 真的是難能可貴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繼續支持 謝國良市長對不對啊 對 負責任的市長 我們要全力支持 所以今天我們桃園六位立委站在這裡 很簡單 我們反惡霸 我們在中央立法委員 經過了上半年 我們在那邊看到中央民進黨執政 政府他的惡霸 我們今天來到基隆市 一位負責任好的謝國良市長 被政治的想要謀殺 政治的惡意的罷免 我覺得今天不光是要守護 謝國良 也要守護台灣民主的爭地 一個願意做事 願意為基隆的下一代付出的好市長 竟然要被體諸罷免 這是讓人很心寒 也很傷心的事情 我作為基隆的外甥 我真的沒有辦法同意 如果今天一個願意做事的市長 被市民罷免 請問未來誰還願意為我們的鄉親做事 誰還願意為了我們基隆 繼續打拚 繼續付出 這一張選票 不只是不同意罷免 我們也要不同意霸凌 我們要給做事的人溫暖 我們要給謝國良市長支持 讓做事的人好好做完這個任期 讓基隆能夠有脫胎換股的改變 基隆這邊的四階案 民進黨真的是阿靶 中央政府是阿靶 要強行過關 林又昌前市長在擔任市長的時候 也讓台電在外幕山 通過這個四階開發案 也不顧大家民眾的反對 要發起這個不懷公投 結果民進黨中央 也剝奪了市民公投的權利 謝國良市長上任之後 也要撤銷這個開發案 結果民進黨政府也撤回 駁回了我們謝國良市長的撤銷案 這跟我們桃園市政府 張善政市長的事情 根本有異曲同工之妙 捍衛我們基隆市政府財產的 國良市長守護著我們基隆 難道這樣的好市長該被罷免嗎 一位為我們基隆市 重視我們基隆的生態環境 我們外幕山的美景 一位友愛的優良市長 難道應該被惡意罷免嗎 針對這一次基隆罷免 可能會波及其他各縣市 市長謝國良也說出心理感受 這幾天我看到有人在台中 已經開始了這些連署 立法委員的這些活動 讓我看了非常的心痛難過 我覺得在基隆發生的事情 真的不可以在其他縣市再發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這一次的選舉 一定要打出一個好的成績 一定要用實際的票數 來告訴我們現在的政府 民眾是厭惡罷免 民眾是厭惡這種 頻繁罷免的一個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不管是為了我們自己 為了基隆 也為了台灣的政局穩定 我們一定要開出一個好的票數 把所謂的罷免就在基隆 直接就把它熄滅掉 市長謝國良感謝聲明朋友支持 希望與黨籍立委一起宣傳 呼籲10月13號 踴躍出來投票 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記者 黃壽銘 基隆報導 我就趁在街道 只有十一半 有位民眾是厭惡的 一定有位民眾是厭惡的 淨格好 有位民眾是厭惡的